大家好,星期二得道 今天都有星期二一周的環節 首先我也想說回我上星期的一些說話 因為Tony和Johnny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 他們除了在外面工作之外 剩下的時間,可能駕駛車都要錄節目 我想說我不是叫他們不做香港的節目 是我希望他們不要這麼擔心香港的事 我明白他們離開香港的時候都很闖絕 很多包袱都放不下,他們都很不開心 但是既然個人已經在英國 我也希望他們可以融入英國的生活 生活都會方便一些 例如上個星期鬧遊坊 我也叫Tony去那些遊站八卦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入友 超市會不會沒有東西吃 沒有東西吃就盡量買多點東西吃 我真的出於關心 平時譬如一些節日、球賽那些 我都會叫他們出去拍下東西 了解一下當地的文化 輕鬆一下,盡量不要太擔心香港 其實我的出發點就是這樣 造成大家的一些不愉快 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另外我也有一點想回應部分人 我真的覺得很反感 我不是KOL 可能大家不知道我是誰 首先我不在乎節目view數 我是一個抗爭者 我做的是現場突發記者 一開始Tony因為說要擴大星期二得道的規模 如果你們有follow星期二得道的facebook 其實我是做現場報道的 只不過很無奈 但是我加入了星期二得道之後 真的太多事發生了 抗爭的議題越來越難做 負責製作社區議題的 譬如區議員那些 都DQ得九九十十了 因為我自己就很喜歡做地區議題的 譬如推廣一下黃店 現在市道不好 真的撿了很多黃店 至於你說派一下東西給一些老人家 幫一下一些基層那些 其實沒有區議員在 也都很難成事的 我還可以做些什麼報道呢 譬如我都會想 那天跑馬地嵌棚架 其實我也有想過去的 但是有些行家就說 你一個女生太危險了 就不要過去了 也都拍不到些什麼的了 究竟我還有些什麼可以報道呢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我自己都不知道的 Toni 也多謝他這麼久以來 給了很大的空間我 其實除了你說我喜歡說經濟議題 譬如你說之前有些遊戲節那些 很多Donkey那些 有些社區的話題呢 他都給了很多空間我做的 但是就 真的最近不知可以做些什麼 我自己身邊的東西 兩年了 我在流水線上 看著自己身邊的東西 人啊 事啊 一步一步地被摧毀了 其實我每天呢 就是吃一排安眠藥都睡不著的 那錄醫集節目的時候呢 都天亮的了 那你說 用升旗易得道的牌頭 去做現場直播呢 怕不怕 那警察都會過來登記我 在哪個台的 那托賴啦 慶幸到現在又沒有發生過那些什麼事 那 真心的 你們在家裡 安坐家中聽YouTube 你們可能聽得不順意我講話的 那不要緊啦 那skip了我的節目啦 一見到星期二的一週一定是我的啦 那 那 我明白我把聲音真的不是那麼好聽的 那我媽媽生我出來沒辦法啦 那 傷害到大家的耳朵呢 都不好意思啦 那 廢話說了一輪啦 那都盡快進回今集的主題呢 那 今集呢 就講能源和食品短缺這個問題的 因為呢 特別是我自己佔了很多英國那些家長谷呢 其實都是入友啊或者糧食那些呢 其實天天都會有不同的議題呢 那我都 都想看回那個大維環境的 那 那 至於美國政府呢 提高債務上限的那裏呢 那 我怕大家聽得太悶啦 還有我可能都未必講得太好呢 所以 那一切呢 那一切呢都是等聯儲局再 我最後一期的失業救濟金啦 那 所以美國人的就業意識呢 呢 其實都不是說那麽高的 那 那他們覺得那些錢還沒花光啦 那 那美國的股市呢 呢 是一路向上走的嘛 那 那投資在股市的美國人呢 呢 呢 其實呢 今年的回報都不低的 所以就變成了呢 不急於找工 而英國就和美國的狀況不同的 特別是脫歐之後啦 那 那英國本地呢 真是對物流的司機呢 呢 的需求是大增這樣啦 那 那 入正題啦 話說上個禮拜呢 那天然氣價格呢 就突然上漲了六成啦 那 在這個美國加油站呢 呢 氣油平均價格呢 就徘徊在7年以來最高的水平 那 3.19美元加侖啦 那 那 美國政府就說呢 不排除呢 會動用這個戰略的石油儲備的 為什麼油價又會上升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呢 那麼很多 美國石油開採商呢 表示這個原材料啊 燃料啊 和人工成本呢 的增加呢 都是阻礙了 增產的部分原因啦 那39%的公司表示啦 都是那句 找人做事好了 因為工人要的這個 salary呢 就高過他們能夠提供的 那就是那句不急賺錢啦 那一些受訪者就認為 美國燃界政府對這個化石燃料開採的負面態度呢 將會繼續呢 抑制石油行業的融資的 那但是你說 未來二三十年新能源 是不是又真的可以 完全取代這個化石燃料呢 這個就很難說啦 另外一方面呢 那麼普京呢 作為這個天然氣大國啦 那麼在天然氣連續創新高的前提之下呢 普京就提出今年俄羅斯天然氣的出口量呢 可以望破紀錄的 因為呢 俄羅斯是傳統的天然氣大國啦 當然這個提議呢 也都有個附加條件的 其中呢 這個北溪二號的天然氣管道呢 要快速獲派 那果然呢 普京一出口呢 天然氣的價格呢 就在短短兩日之內呢 飄升60%之後呢 就逐步下降了 那有消息人士指啦 普京對歐洲天然氣價格飄升的程度呢 就感到驚訝的 並且擔心呢 歐洲能源市場的穩定性啦 那這裏都要知道一下呢 北溪二號管道是什麼來的 那這條管道呢 是一條連接德國和俄羅斯的天然氣管道來的 那經由波羅的海啦 俄羅斯為這個目前向歐洲的國家運輸天然氣呢 都要經過烏克蘭等國家的 那由於鋪設海底的管道呢 將會大幅減少過境的費用啦 因此呢 這個北溪二號的計劃呢 一直都受到特別是烏克蘭這些國家的大力反對的 那俄羅斯呢 現在就可以透過管道呢 來加強國際的政治影響力 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拜登政府最不想見到的 而拜登政府呢 亦都為了這樣啦 亦都為了改善和德國的關係啦 他們已經在7月呢 一改先前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 一直以來的態度 同意盡快完成這條北溪二號管道的建設的 那至於你說脫歐之後的英國又是怎樣呢 那英國商業部長關浩亭啦 10號就說到天然氣批發價格漲幅呢 就不會完全轉價給消費者的 今年冬天的能源價格呢 上限將會保持不變 而英國未來幾個月呢 亦都不會發生這個天然氣短缺的情況的 那關先生在接受英國天空新聞訪問的時候 表示全球天然氣批發價格飆漲呢 但他覺得呢 對英國能源的供應呢 是有非常之的信心的 他說呢 因為這個顯然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啦 我們在世界各地呢 看到供應鏈壓力 中國呢 就已經在這裡限電了 而在英國呢 我們的當前任務呢 就是確保干擾達到這個最小化的 好了 那麼下一單呢 就講一下燃物 那麼呢 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呢 的燃物期貨交易價格呢 上星期呢 創下了有史以來最高的記錄 而加拿大的燃物田呢 受到嚴重的乾燥影響 燃物的產量呢 就減少了一半至到十一年來最低的水平 而結果就是呢 高成本可能呢 會滲透到消費者的身上的 那麼你說受影響的有什麼產品呢 因為我自己都是喝燃物奶的 那麼除了燃物奶之外呢 還有很多隻呢 其實在香港有賣的一些燃物棒 例如這個Trilio呢 和這個Nature Fairy呢 它的產量的價格呢 就可能會受到影響了 那麼原來除了燃物之外呢 由於霜凍天氣在夏季影響了巴西的產唐地區 那麼對金謝形成破壞 令由於持續乾燥導致的失收情況呢 進一步加劇 唐價呢 亦創下了四年來的新高的 那麼這個呢 亦會影響很多相關的食品 亦都包括一個早餐食品呢 就是那些一個個圈那些 那麼現時呢 Trilio 和這個Nature Fairy呢 燃物棒的製造商這個叫Drenomews 和桂格呢 就未宣佈會加價的 但是分析人士就認為 漲價潮呢 可能很快就會到來的了 所以呢 各位美加的聽眾呢 如果見到這類食品的價錢有加價呢 都可以在這個節目上留言 給我們了解回的 那如果想省錢的呢 我就提議呢 可能早點買定多些貨啦 那麼 最後要說的是呢 根據聯合國指數呢 全球食品價格呢 最近都足夠十年高位啦 石油油價天然氣 再加上巴西牛肉呢 以及甘蔗都沒有貨 那麼現在連燕麥都出事啦 那麼這個世界最終又會變成怎樣呢 那麼連續兩個颱風又打到來了 星期三呢 一個颱風又再接近本港啦 那麼我們都是吃著花生等看戲的 那麼可能遲些啦 連花生都沒有貨的時候就真是 走先啦 就這樣先啦 下世再玩啦 拜拜 還沒看這囉 小雨 你先讓他再看一眼 那不喜歡 當天快樂 小雨 関 大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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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 大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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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綿 大綿 大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